大家好 我是破产一个波静仔 看到这集标题就知道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 画样做事 探电传说中的鞭尸牛仔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产品上过央视 在B站也有百万的播放 到底是什么让这家店铺这么声名远扬呢 来看一下顺德本地小哥是怎么说的吧 不论老健的各位 我是老猪 这间波仔帆在我来东地里来说 口臂是十分之差的 同时各位千奇没有去过波仔帆那里消费 首先这间餐厅是一个菜牌都没有的 所有波仔帆的价钱 都是随老板的申请去报价的 一个波仔帆200元 比普通的波仔帆足足贵成十倍 我要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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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元 这个老板是非常尖管道理的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价钱 你觉得很贵和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老板是会当场羞辱你的 好贵的 对啊 你可以不吃的 你试试带一部相机进去店铺拍摄 他练印打击波来出铺拍摄 诶 胡说什么 人家可是上过央视的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稳着求真务实的精神 今天我就去鞭鸡鸡鸡鸡 把他们全部的包仔饭都点一遍 看一下这家上过央视的包仔饭店 到底味道怎样吧 出发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鞭尸牛仔 不隔壁了 不好意思 我太害怕了 我不知道等下我会不会像郭杰月一样 连人带相机一起被他扔出去 我只是一个一岁零250个月的孩子而已啊 兄弟们 把保护打在公平上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面 不要啊 我不要去啊 老板要什么吃啊 包仔饭 捡个最贵的 终于吃到牛仔的包仔饭 但是现在我完全不敢说话 要是被老板发现我在买色他就会轰我出去 所以我们回工作室再说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从牛仔包仔饭那里回来了 由于他那边是不给打包的 所以我是自带打包盒偷偷带回来的 牛仔包仔饭全部菜品都买回来了 总共花了货金我548块 还没说算来回车费哦 上千了 问你们要个点赞三年 应该不够困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3万的话 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就吃米其林三星御用的鱼籽酱 不便宜的呀 上千块 想不想模型货场呢 就看你们热情了 好吧 首先尝试一款螃蟹包仔饭185 哇 185一份的包仔饭 啥子才买吧 我不说啊 我是给大家拔炒的啊 螃蟹的个头还蛮大的 那么来尝一下 好好吃啊 总结一下 蟹味很足 我问过附近的菜市场 他们告诉我说 这个蟹只要 40块 招了100多块的资产费 赔钱 返水 第二款 窝蛋牛肉饭78块 看上去用料比较一般 跟街边20块钱一份的 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首先它牛肉特别劲道 仿佛还能感受到前一秒 牛肉在草原上奔跑 非常新鲜啊 而且非常的软嫩 就好像 又装逼皮痒了是吗 那你还想我怎样哦 我都用了80块钱 买了这个包仔饭了 我难道说不好吃啊 那别人以为我 这个幼稚 花钱买费数 是不是 人家都会这么强啊 这个东西在外面 加个鲜蛋 最多就要20块钱 平平无息 不推荐 田鸡包仔饭78块 好贵啊 这是湖南辣的 那我们来尝一下 牛蛙幼稚饱满 Q滑爽痰 湖南的剁椒 香辣可口 吃起来非常开胃哦 还有大量的维基 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哦 说起维生素 我之前有大家推荐过 Nemo Boss定制每日营养补充包 恰当好处的补充了 每日所需维生素 了解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经常熬夜钢视频 对身体状况毫不在意 不知不觉中身体数字就越来越差 起初我觉得年轻嘛 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头也凸了 黑眼圈也重了 才开始意识到身体健康 是多么重要啊 不行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江门无以防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所以我就开始调整作息 并搭配Lemon Boss来补充维生素 它的私人定制维生素 真的很方便 有专业的营养师 为我定制每日维生素 私人定制 彰显档次 抽取式的特殊设计 随身携带 方便坏捷哦 定制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去Lemon Boss 微信小程序上填写一份专一份券 上面呢就需要我们填写 美中摄取蔬菜鱼肉的量 还有大包的形状等等 随后我的个人营养师 会为我量身定制 属于我的每日维生素配方单 比如我这次的配方里面就有维生素B 滋润头发防止秃头 而且维生素的品质 在微信小程序也有标明 将人放心 价格也很划算哦 每日一包 一天10块钱不到 现在下单 还可以获得免费维生素C哦 先去Lemon Boss小程序上 回复波镜仔 继口获得波镜我的专属粉丝优惠件哦 so 我相信这时候很多小伙伴都会说 啊波镜你有加分 你这回真的冤枉我了 我刚刚我有说的呀 不信的话你们回头看看 我他了对不起 看什么小伙伴在屏幕里打一 下一款 排骨包仔饭78块 啊我现在对它的高价已经盲目了 排骨降临在饭上面 看起来很有食欲哦 那么来尝一下 首先那排骨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特别像广东早茶的真排骨 但是呢骨头很多 肉只有那么一丁点 吃完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啃骨头 性价比很低不推荐 下一款 芝士牛肉包仔饭84块 它刚出炉的时候 芝士的确是可以拉 但是现在已经结坏了 一整块我裂开了 那我来尝试一下 哇这样搭配好好吃啊 它每一块锅巴都沾上了浓郁奶香的姿势 没咀嚼一下那口感都很特别 而且有一股奶香在嘴里面四溢 口感不错推荐 最后一盘黄上辣味包仔饭105块 黄上的颜色金灿灿的 上面挂着满满的汁水 那我们来尝一下吧 黄上的味道很鲜美 用料的话比较丰富哦 那我们来尝一下老板自己手工做的腊肠 腊肠熏香的口味 它叫淡淡的酒香 咀嚼到最后呢就好像吃盐块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的话拌饭一起吃肯定很爽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双拼还是不错的 如果硬是要点的话我推荐你们点这个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去牛肠包仔饭 点到全部的包仔饭了 总的来说味道还是可以的 但是老板你用料冷不冷 别那么抠啊 就说这个排骨包仔饭又都在骨头缝里面 78块钱我都能买一斤排骨啦 用不用这么抠啊 其次服务态度真的很不好 我亲眼看到一位北方大哥 他把手机放在胸口那里偷偷拍摄 结果老板冲进来 捂着镜头就说 不再撒你啊 撒 我许是店里面也没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啊 人家千里条条就过来吃你这一口包仔饭 只是拍张照而已啊 就算你很不想被别人拍摄 态度用得着这样吗 我个人是觉得他这种凶客人的做法是很不好的 甚至我还觉得他给我们顺德人丢脸 这家店铺的知名度 可以说是我们顺德的明信片 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游客慕名而来 你一个个客人都这么凶的去赶 那我们顺德就不是落下一个既不好客 也人烟的一个印象吗 这个你赔得起吗 最后你用品诚具的一句话送给老板 就是你做下一个心理的辅导和咨询 对你的偏向是有好处的 好的那每张这些视频全部都内容了 我是佛镜 一个破产区的美式播主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e 跟大家玩个小游戏 我们现在每人都有一瓶维他柠檬茶 到底哪一瓶是装有监视器的呢 我们来猜一下吧 这事情就来过了 有像小语 sna, miej赔等你 做下一个小语 Work